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识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医学博士奥田昌子所著的 为什么健康法不起作用这本书 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两个部分 第一,容易使人上当的三种无效健康法 第二,与健康相关的几种迷信 首先是第一部分容易使人上当的三种无效健康法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健康 这本身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然而,借着这股热潮 最近也出现了许多无效健康法 本书基于科学理由特别解析了三种 人们容易上当的无效健康法 这三种无效健康法是 一,饮用酵素饮料对健康有益 二,维生素C能预防感冒 三,酸奶能作为药品使用 首先是第一种无效健康法 饮用酵素饮料对健康有益 对于那些平时关注健康的朋友来说 酵素饮料这个名字 大家一定会有所耳闻 酵素是指在我们体内 促进各种化学反应的蛋白质 市面上出售的酵素饮料宣称 其中含有大量的酵素 听到酵素是蛋白质的朋友 可能已经察觉到了问题所在 我们人类是无法直接吸收蛋白质的原始形态的 蛋白质由二十种氨基酸所组成 酵素也不例外 因此当我们口服酵素时 它们会在消化过程中被分解 不再是酵素 而是以氨基酸的形式被吸收 这些氨基酸在体内会重新构建成蛋白质 这意味着通过口服摄取酵素 并不能以原本的形态进入体内 由此可见 那些声称可以摄取特定酵素的酵素饮料 完全没有意义 然而这些氨基酸本身对我们的健康并无害处 所以并不是说摄取酵素饮料完全不行 只要不是像果汁那样含糖分过高的酵素饮料 大家也可以继续饮用自己喜欢的酵素饮料 在未来的某一天可能会发现酵素饮料的某些隐藏的好处 但是现如今 那些被夸大健康效果的酵素饮料往往被标有很贵的价格 所以大家要一定谨慎选择 尽管如此 有一种特殊情况确实值得关注 那就是所谓的淀粉煤酵素 这种酵素能帮助贵不消化 因此口服这种酵素是有效的 萝卜中富含这种酵素 所以在吃烤秋刀鱼时 通常会配以萝卜泥一起食用 另外 酵素洗面奶也是一个例外情况 这种洗面奶中的酵素 能够分解肌肤表面的多余皮质和角质 因为这些酵素只作用于皮肤表面 不会被皮肤吸收 我们可以直接利用它们的功效 在使用酵素进行健康管理时 明智地区分有效和无效的酵素 并将其融入日常生活中 非常重要 接下来是第二种无效健康法 维生素C能预防感冒 当谈到预防感冒的补充剂时 大家通常会想到维生素C 但很遗憾 维生素C对预防感冒的有效性 只是半个世纪前的一个 被广泛传播的迷信 1970年 一位美国科学家 在书中提出了维生素疗法 但这只是他个人的主张 并没有科学依据 事实上 维生素C对预防感冒无效的结论 已经通过科学研究所证实 2013年即兴的一项 涉及一万多人的大规模研究 得出的结论是 日常大量摄取 维生素C对预防感冒 并没有效果 虽然在合成 让皮肤细胞粘精的胶原蛋白 和分解体内异物等方面 维生素C是必须的营养素 但是通过补充剂 一次性摄取大量的维生素C 完全没有意义 人体一次能吸收维生素C的量 是有限的 并且它易溶于水 未被吸收的部分 在几小时内 会随着尿液排出体外 因此 对身体最好的方法 不是依赖补充剂 而是通过饮食 来摄取维生素C 有数据显示 空腹时 维生素C的吸收率 只有34% 而在饭后 可以达到52% 此外 分成每天2到3次来 摄取维生素C 可以避免 未被吸收部分的流逝 通过饮食摄取维生素 和通过补充剂 摄取的吸收率不同 而且通过食物摄取的维生素 和其他成分的相互作用 能带来更好的健康效果 所以大家要记住 不要总是依赖补充剂 而是要尽量通过饮食 来摄取各种营养素 接下来是第三种 无效健康法 酸奶能作为药品使用 酸奶是一种许多人 都非常喜欢的食物 被认为 有助于改善肠道环境 增强免疫力等 然而 本书的作者 对这种 含有益生菌的酸奶 提出了质疑 根据本书的观点 虽然有许多研究报告声称 还有益生菌的酸奶 对健康有益 但这些研究的可靠性 值得怀疑 益生菌相关的研究结果 差异很大 特别是采用双盲试验 这种严格方法的研究 没有找到确凿的数据 来证明益生菌的健康效果 尽管如此 酸奶仍然被宣传为一种 奇迹般的健康食品 并被食品制造商大力推销 酸奶的健康效益 通常被认为包括改善肠道环境 和调节免疫功能 酸奶中含有的大量乳酸菌 如果能活着到达肠道 可以作为益生菌发挥作用 即便它们死去 也能成为益生菌的食物 改善肠道环境 不仅能缓解便秘 还能激活免疫细胞的功能 有助于预防过敏和癌症 此外 酸奶还被认为对高血压有益 能够消灭幽门罗杆菌 促进生长等 食品制造商通过宣传这些 大量的健康效益 让大家觉得不吃酸奶 就会错过健康 从中获得巨大的利润 但请大家仔细想想 如果酸奶真的有如此多的健康效益 早就应该被认定为药品了吧 事实上被认为 有助于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益生菌食品 从未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 在日本也是同样的情况 这些很可能是食品制造商的健康营销策略 例如 某种酸奶的广告宣称 比安眠药还要有效 引发了一场轰动 导致该产品一度受惊 如果您购买了这种酸奶 并且确实感受到了显著的好处 那当然是一件好事 但作者希望大家在跟踪购买之前 养成先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的习惯 而不是盲目相信制造商的宣传 制造商发布的研究是否真的值得信赖 他们宣称的健康效果是否经过充分验证 不要仅凭制造商给定的信息来做出判断 而是鼓励大家积极主动地进行调查 比如 对于某些酸奶产品 稍作调查就能发现很多 关于其高糖含量的信息 在获取这些信息后 您就可以自己判断 是否适合饮用这种酸奶 无论制造商宣传的多么夸张 即使包装上亦有看似 有益肠道菌的名字 也不能保证 它对您的身体真的有好处 酸奶毕竟是一种食品 而不是药品 希望大家能够仔细观察 确保购买后听取自己身体的反馈 建议大家最好选择无激素的低脂无糖产品 并加入果寡糖或者蜂蜜来食用 如果感觉到身体不适 比如出现腹血 请不要固执于继续吃酸奶 如果喜欢酸奶的话可以继续食用 但如果不喜欢而只是为了健康效果而勉强食用 并且没有感觉到身体有任何好转的话 也许就不必勉强了 让我们一起努力 不要被制造商的宣传语所蒙蔽 而是寻找对自己身体最好的方法 接下来是第二部分 与健康相关的几种迷信 在前面我主要介绍了 影响我们健康的几种食物 接下来我将从一个稍微不同的角度 来解释一些与健康相关的迷信 比如每天吃一个苹果可以预防感冒 或者掏耳朵可以预防中耳炎等 这些健康迷信在社会中广泛存在 我们很难分辨其真伪 我将挑选本书中的几个重要的健康迷信 来介绍给大家 这些内容包括 一人体的皮肤不呼吸会导致死亡 二掏耳朵可以预防中耳炎 三空气净化器等产生的负离子对健康有益 四脑力训练游戏能预防认知症 首先是第一个健康迷信 人体的皮肤不呼吸会导致死亡 如果您是一个电影爱好者 那么您可能会记得007系列电影 黄金手指中一个著名的场景 敌对女性全身被涂满金粉 结果无法呼吸而导致死亡的场景 虽然作为电影来说 这个场景确实非常精彩 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如果全身涂满金粉 只会导致身体无法出汗 进而影响体温的调节 最近市面上有很多宣称 能促进皮肤呼吸的产品 它们常常打着科学的名号 声称能够改善皮肤健康 或增强其功能 然而从科学角度来看 事实上只有像青蛙和蚯蚓等 被粘膜覆盖的动物 才会进行皮肤呼吸 人类根本不会用皮肤进行呼吸 皮肤的主要功能是保护身体 免受外界环境的伤害 和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 要保持健康的皮肤 更重要的是 选择适合自己肤制的护肤品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如均衡饮食 充足睡眠 和适度运动 避免过度依赖 所谓的促进皮肤呼吸的产品 这些产品往往只是商业广告的一部分 其效果未经科学验证 因此保持理性和清醒的头脑 不要盲目跟风购买不必要的产品 这对于皮肤的健康更为重要 接下来是第二个健康迷信 掏耳朵可以预防中耳炎 有些人常说 不掏耳朵就会得中耳炎 但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耳垢实际上 对保护我们的骨膜和耳道壁至关重要 尽管掏耳朵会带来一定的舒适感 但我们必须理解正确的耳部卫生方法 耳垢的存在是自然而然的 它不仅有助于保护耳朵 免受细菌和其他外界物质的切害 还有助于维持耳道的湿润和健康环境 作者建议 避免使用棉签等尖锐物品 深入耳道清理耳垢 因为这样做可能会导致耳道受伤 和感染的风险增加 而且耳垢通常会随着日常活动自然流出 如咀嚼食物或说话时的下额动作 保持耳朵干燥和清洁 是良好耳部卫生的关键 如果您感到耳朵不适或有异常分泌物 应及时就医 以便专业医护人员进行评估和处理 因此虽然掏耳朵能带来一定的愉悦感 但正确的方法和理念 对于维护耳朵健康至关重要 接下来是第三个健康迷信 空气净化器等产生的负离子 对健康有益 就像不久前水塑水被证明对健康没有实际效果一样 类似的情况也适用于负离子 总结来说 那些标榜能带来健康益处的空气净化器 其负离子效果在科学上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因为一般空气净化器所产生的负离子粒子数量 相对于环境中其他粒子的数量 甚至不到其十一分之一 可以想象 把一颗钻石粒子扔进由十一颗沙粒组成的沙坑里 那个沙坑也不会因此显得闪闪发光 仍然只是一堆沙子 空气净化器所产生的负离子效果与此类似 一般来说 负离子是由空气中的水分子 在空气净化器或其他装置中受电离而产生的 然而这些负离子的数量非常少 远远不足以达到许多广告宣传中所声称的健康益处 因此对于那些寻求通过负离子获得健康益处的人们 更好的选择是关注日常的健康习惯 如保持良好的室内空气流通 定期通风 合理的饮食 和适量的运动 这些才是确保身体健康的有效方法 接下来是第四个健康迷信 脑力训练游戏能预防认知症 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 认知症已经成为导致长期护理需求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于许多人来说 认知症不再是陌生的疾病 为了预防认知症 许多人尝试了各种方法 但最新研究表明 进行大脑训练游戏并不能有效预防认知症 在英国进行的试验中发现 即使反复进行大脑训练游戏 也无法显著改善认知能力 最近在美国 一家声称能提高大脑功能的训练计划也被证明没有医学效果 其运营公司因此被判处支付了超过两亿日元的赔偿金 因此正确的认知症预防方法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除了避免依赖无效的大脑训练游戏外 采取积极的生活方式也是至关重要的 研究表明 保持身体活跃 定期锻炼身体和大脑 保持社交活动和认知刺激 都可以有助于减缓认知能力下降的进程 此外 注意饮食健康和保持心理健康同样重要 均衡饮食摄取足够的营养素 特别是脑部健康所需的营养 如Omega-3脂肪酸 对预防认知症有积极作用 同时积极应对压力保持良好的睡眠质量 也有助于维持大脑功能的健康状态 尽管健康市场充斥着各种宣称 能带来健康益处的产品 但消费者应保持理性 不倾性广告宣传 选择对健康有益且科学证明有效的方法 而非盲目跟风 购买无效或甚至有害的产品 是维护个人健康的关键 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不断学习 和了解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 以做出明智的健康选择 保持身心健康 迎接健康老龄化的挑战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 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 在下次的节目中 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